去哪儿 时辰到了 请大家停下来 李公主 请评件 乌兰 三华 把参与征选的名册拿来给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这块布 裁得一点瑕疵都没有 边缘的裁线平整顺滑 好 甚好 这是难得一见的好功力 冷血烟 你过了第一关 恭喜你 多谢李广储佟司库 嗯 手艺不错 谢谢李广储佟司库 心儿 别难过啊 很好 你能依照布料上面的花色质地和纹路 而进行独一无二的裁剪 既有创意 又不失优美和协调 谢谢李广储佟司库 这位争选女子 怎么长得那么像你单哥哥 我怎么这么没用 竟然连第一关都过不了 星儿 你别难过了 今年没过 没关系啊 明年啊 再来参加争选就是了 开心点嘛 这就对了 打起精识来 笑一个 嗯 这就对了 韩湘 虽然我没能入选 真的很难过 但是见到你顺利通过第一关 我真的很高兴 谢谢你啦 不过呢 这只是第一关 我们真正的考验呢 可是明天的绣花比赛 哎呀 那些事啊 等明天再来烦恼 现在咱们要做的 就是赶紧回玉井绣房 告诉龙衣这个好消息 诶 欣儿 我还想去找一些 比较好的绣花图样 参加明天的绝选 要不然 你就先回去吧 好啊 那我先回去了 你忙完 赶紧回来 一会儿见 嗯 嗯 喂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不好 真是个冒失鬼 给 怎么会少了一张啊 喂 你把我的修花图样给弄丢了 对不起 应该是掉在这附近了 我去帮你找回来啊 喂 在这儿呢 怎么会飘到树上去了 不要紧 我帮你拿 树这么高 你怎么拿呀 蹲下 为什么要我蹲下 叫你蹲下就蹲下 你哪来那么多坏啊 喂 你蹲下 喂 阿姨啊 你蹲下 再高一点 最高了 再高一点啊 再高一点 站稳一点 再高一点 喂 不行啦 我 小心哪 小心哪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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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抱着我干什么呀 你快帮我下来 好 姑娘 你没事吧 下流 姑娘 你别误会 我刚刚是为了救你 就是啊 人怎么是救你啊 小姑娘 你是好胆呀 好凶啊 童司库 务必盯紧他们做好山后工作 最近这些杂役有些懒散 上头已经特别交代过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可千万别出差错了 李光主 李光主 参见贝勒爷 免礼 贝勒爷 小的刚才不已经说过了吗 真的帮不上您的忙 你误会了 我是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贝勒爷 您要打听谁 冷血烟 冷血烟 anın 煩 来来 试试ً 咱姑娘 快跟我来 贝勒爷正在相潼后着呢 suspect you can tell my word 等等 你说谁 什么 니k 贝勒爷 是啊 格泰贝勒是当今猎亲王的儿子 既年轻又有才华 与那两个贝勒完全不一样 姑娘您真是好福气啊 才来京城没多久 贝勒爷就找上您了 这 咱们快进去吧 不成 我这个样子 怎么见贝勒爷啊 姑奶奶 贝勒爷已经等很久了 容不得您多做打发了 可是 可是什么 快走啊 快走快走 来来来 快走 进来 贝勒爷 人我带来了 有请 冷姑娘快请 民女冷雪宴 见过贝勒爷 冷姑娘不必多礼 请坐吧 谢贝勒爷 真是不好意思啊 拜托殿小二去请冷姑娘 如有冒昧之处 请姑娘见谅 哪里 不知道贝勒爷这么急着找民女 有什么事吗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想绣一个荷包 不知道姑娘 愿不愿意帮本贝勒这个忙呢 小事一桩 学宴答应就是了 多谢姑娘 事成之后 酬金自当加倍奉上 贝勒爷 贝勒爷客气了 那要绣多久呢 这个图样呢 不算繁复 只需要一个晚上就可以完成 明日此时 贝勒爷就可以来取荷包了 你一个晚上 怎么可能啊 既是贝勒爷所托 民女定当全力以赴 绝不会令贝勒爷失望的 干杯 庆祝韩湘初选过关 谢谢大家 来来来 来来 吃菜啊 吃菜 韩湘啊 多吃点啊 嗯 来 馨儿 馨儿 你怎么了 馨儿又开心又难过 开心的是 韩湘你通过了初选 难过的是 我连初选都没过 傻丫头 胜败乃兵家常事 这次没有入选 下次咱们再来过呗 瞧你这点出息 就是啊 就这出息啊 馨儿 你呢 一定要相信自己 下一次一定会成功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破坏了大家庆祝的气氛 韩湘 明天 你一定要夺得秀魁 替咱们玉锦秀房争光 嗯 我会努力的 韩湘的手艺 我绝对有信心 只是 韩湘若是通过了征选 以后就得进宫 那我就再也不能拿它 当活招牌了 容姨啊 您就别难过了 我的手艺呢 是您教的 如果今后我能成功夺得秀魁 那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自己 也属于您啊 属于我们玉锦秀房的每一个人 对不对啊 对啊 是啊 是啊 我是拿你寻开心呢 瞧你认真的 是吗 我看你是有三分真心哦 嘘 你这臭丫头 快吃吧 来来来 大家吃啊 好 来 多吃一点啊 还香 多吃一点啊 还香 多吃一点啊 容姨也多吃一点啊 好 来来 来 来 来来 多吃一点啊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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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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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 我绝对不能让贝勒也失望的 我绝对不能让贝勒也失望 冷姑娘 起床了 今天一早您还得去参加决选呢 冷姑娘 原来冷姑娘早就起床了 小二哥 今天贝勒也会来取荷包 麻烦你转交给他 好 我看您精神不太好 您一宿没睡吧 没关系 荷包就麻烦你转交给贝勒爷了 我得准备准备 赶紧去参加决选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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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司库 你觉得这届的绣女怎么样啊 这一届参加征选的绣工都非常地不错 其中有几个的手艺更是了得 嗯 你们觉得谁的作品有资格被选为绣魁呢 我认为柳寒星的白鸟嘲讽绣得不错 嗯 我倒认为冷血雁的花开富贵比较好 童司库 那你的意见呢 嗯 冷血雁和柳寒香他们的作品有优点也有缺点 但是整体来说 他们两个的作品都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嗯 你们的眼光都很不错 我也很赞同你们的看法 嗯 既然如此 嗯 这届的绣魁就从他们俩人之间选拔出来吧 嗯 嗯 贝勒爷 荷包 麻烦你 嗯 这冷血雁的手艺 果然名不虚传 嗯 张彩杰 吕茗玉 周小芳 陈文娇 桂明丽 冷血雁 林木儿 柳寒香 孟春竹 嗯 嗯 经过这一次的决选 以上这些人 就是这一次入选的名单 至于这届的绣魁 就由李广楚来给大家宣布 经过咱们方才审慎的商议之后 大家一致认为 柳寒香的百鸟嘲凤 和冷血雁的花开富贵 都属上乘之作 所以待会儿呢 不管是两位其中的哪一位被选为绣魁 我都要向两位说一声 你们的表现各善盛场 彼此不分宣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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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名 没想到 连蜜蜂都误以为 冷血雁绣的花是真的 看来 今年的绣魁 已经忽之欲出了 看啊 花开富贵 引来孤风采蜜 也许是误认 但是 百鸟嘲凤 引来千斥万语 看起来 未必就是巧合了 我现在郑重宣布 这届的绣魁就是 柳寒香 好 海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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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你 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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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啊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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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伙能够进内务府广楚司 不仅是对自身记忆的一种肯定 而且这里集天下高手于玉堂 以后你们和那些手艺精湛的前辈 在一起共事 必定更能增进你们的手艺 只要表现出色 就有机会晋升 若能当上司将 那是八品的官 当上司库 那是六品的官 不用读书 也能光耀瞒眉 所以以后 你们一定要好好表现 是 还有 身在宫中不比在外面 没有经过允许 不准到处乱跑 我现在就带你们去见海大人 他可是咱们内务府的总管大人 这件作品 可是出自今年秀魁之说 没错 海大人真是好眼光 我仿佛都听到百鸟的鸣叫 今年的秀魁 可谓是实至名归啊 我要好好瞧瞧 柳寒香 寒香在 上前两步 让海大人好好瞧瞧你 是 见过两位大人 柳寒香 你府上哪里 家里还有什么人哪 寒香自幼在石亭镇的乡下 大长大 家中仅有父母二人 海大人 按照惯例 当选的秀魁 该编入我们私衣库的门下 除了柳寒香之外 下官还想挑选其他几位秀女 有冷雪燕 林木儿 孟春竹 周小芳 庄彩蝶 雷茗玉 郑小巧 苏立新等秀女 加入我们私衣库 李光处若是同意 本官没意见 好吧 那就依了同私库 剩余的人 就等其他私库前来 再分配成各私库的将女 既然今年征选一事已底定 那本官可得去向皇上禀报这事了 恭喜各位了 谢海大人 您请 这次征选办得很好 皇上那边我会替你多美颜几句的 好了好了 就别送了 快回吧 谢海大人 走 李光处 贝勒爷 免礼 李光处 您帮我看看 这个荷包绣得怎么样 风季疏密有序 绣工也很了得 我看这针法 好像是苏绣 贝勒爷 这荷包您哪儿来的 这是冷血燕绣的 原来昨天贝勒爷找冷血燕 是想让他给您绣荷包啊 贝勒爷可真有眼光 冷血燕和绣魁柳寒香 都已经入选为这些绣女了 好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是私衣库的人了 待会儿你们回家去收拾一下东西 然后和家里人好好地团聚一下 因为你们入宫之后 想要再出宫的话 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三天之后 你们拿着信函 准时到私衣库来报到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那现在大家都要把信函收好 可以走了 是 太好了 你好 我叫春竹 你好 我叫韩香 韩香 你的绣工怎么这么了得 以后可以教教我吗 这怎么敢当呢 以后啊咱们还要共事的 应该彼此切磋才是啊 太好了 那我先谢谢你了 我们三天后见 三天后见 嗯 姑娘 姑娘 你听我解释啊 又是你这个灯兔子啊 喂姑娘 你听我解释啊 哎 姑娘 等一下 干吗 你又要干什么 让开 别挡我的路 姑娘 请你听我解释 姑娘你好 我叫格泰 请问姑娘你尊姓大名啊 本姑娘姓什么叫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是这样的 在下为了昨天 以及刚刚的事 向姑娘你道歉 希望姑娘你 能够赏脸 给我个机会请客 就当是我赔罪了 谁大要让你赔罪的呀 光天化日之下 你动手动脚的 你以为天底下的姑娘 都是屈颜覆势 见钱眼开的吗 你以为 你穿得人模人样 本姑娘就会 自己贴上来啊 姑娘 格泰没有这个意思 我可告诉你啊 本姑娘最讨厌的 就是像你这样 整天不学无术 有手好闲的 顽固子弟 一点礼貌都不懂 这都还没向我道歉呢 就又把我给得罪了 姑娘 我是诚心诚意地 向你道歉 你怎么可以这样 得理不饶人呢 那就不要跟我道歉啦 姑娘 我警告你啊 不要再来追着我了 好 冷姑娘 雪燕参见贝勒爷 快免礼 谢贝勒爷 你帮我绣的荷包 真是巧夺天工 精致小巧 我非常满意 承蒙贝勒爷不嫌弃 对了 我听说你选上了绣女 恭喜你 怎么了 ,你不喜欢入宫当绣女吗 不是 只是为了连夜 帮贝勒爷绣荷包 弄伤了自己的手 所以丢了绣葵的头衔 正气恼自己罢了 真是对不起 不过绣葵也只是个头衔 冷姑娘你有真功夫 以后有的是机会 大展拳脚 贝勒爷有所不知 我们这些民间绣女 每年苦练手艺 无非就是希望在征选会上 替自己争点荣誉 如今雪燕落败 心中自然有几分遗憾 不是三言两语 就能忘回 我看不如这样吧 晚上我请你吃顿饭 一来是感谢你替我绣荷包 对你手的伤势表示歉意 再来 也希望你把不开心的事给忘掉 如何 这 这绣荷包只是一桩小事 雪燕可不敢 劳烦贝勒爷的宴情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我的良心可是过意不缺 既然贝勒爷如此有心 那 雪燕就确之不公了 你说你的新建绣女有寒香 长得很像乙丹哥哥 是啊 起初奴才看到时 也着实吓了一大跳 但后来问过绅士 才得知这绣女啊 和乙丹哥哥无关 这件事情可轻忽不得 韩总管 你赶快去查这件事情 要是柳寒香跟那乙丹哥哥无关便罢 要是他们有关系的话 你知道该怎么办吗 啊 啊 啊 嗯 嗯 喳 韩香 恭喜你多得绣葵 实至名归啊 韩香姐姐 真是恭喜你了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韩香姐姐 你得了绣葵 可真是替咱们玉锦绣房 争足了面子 是啊 对啊 以后进了宫 可别忘了我们呀 人家韩香可是重情重义的人 怎么可能忘了我们呢 还是容易了解我 我怎么可能忘了大家呢 韩香 娘 大娘 娘 您怎么来了 还不是你爹啊听说你得了绣葵 让我带两只鸡来 感谢荣怡这些年对你的栽培 哪里 您太客气了 太荣怡啊 笑笑心意不成敬意 谢谢谢谢 兰儿 快 别让柳大娘一直提着呀 把鸡拿到厨房去 柳大娘 给我吧 当心啊 孩子 你这进了宫啊 这宫里的规矩你一定要遵守啊 娘 我会好好努力的 到时候一定让您和爹以我为荣 好 这位大爷 您需要点什么我来给您介绍 我想要买几个绣花枕头 有有有 可以有特别喜好的花色和样式 听说你们绣房出了个绣葵 叫柳寒香是吗 是的 恭喜恭喜恭喜 那可有他绣的绣花枕头啊 有 您稍等啊 韩香 把你绣的绣花枕头 给这位大爷拿来看看 是 快去吧 快去 他就是柳韩香啊 是啊 是啊大爷 韩香她是我的女儿 她的绣工啊可是一流的 怎么你女儿跟你长得一点都不像啊 韩香是我怀胎十月生下的女儿 大爷真会说笑 失礼了 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这位大爷 这些都是我绣的枕头 您看看吧 不愧是绣葵啊 这绣工啊 果然精细了得 这几个枕头 我全要了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这订金元宝够了吧 够够够够 还得找您钱呢 不用找了 那谢谢您了 谢谢 您慢走 好 韩香 您看韩香真争气 她一当上绣葵 马上让绣房卖了好几个枕头呢 是啊 蓉姨啊 韩香即将进宫 你是不是应该摆个宴席 替韩香送行 让大伙也沾沾光啊 那是当然了 一会儿我去买一些高档食材回来 亲手给你们做饭吃 那就谢谢蓉姨了 娘 要不您就跟我们一起吧 不了 你爹还在家等着我呢 孩子 你进了宫 以后有时间 就记得回来看看我们啊 您放心娘 我会的 等我以后按时拿俸禄了 您跟爹 就不用再操劳了 蓉姨 我走了 您慢走 娘 我送送您 好 蓉姨 谢谢您 说真的 我还真挺舍不得 咱们绣房的每一位姐妹呢 也感谢你们 在我进绣房以来 大家对我的诸多照顾 韩香 你不要再说了 你再说 我又要哭了 好好好 那今天晚上 每一个人 都要开开心心的 来 我敬大家一杯 来来来干杯 干杯 干杯 好 好 还像是咱们绣房的骄傲 今天晚上容易警告你们了 大家只准笑 不准哭 好 是 八部 不海 本太子难得出宫一趟 这宫外 近来有什么新鲜好玩的东西 你说说说说 有 那个春风楼啊 最近新来了几位江南姑娘 能够上班 是啊 要不我请太子殿下去哪儿坐坐 春风楼 那都是花街柳巷的女子 你觉得本太子 能看得上眼吗 我说你渤海竟乱出馊主意 那种地方 会降低太子殿下尊贵的身份 八部 那你说 你可有想到什么好趣说 对了 最近广楚司办了一场征选大会 听说有个玉锦绣房表现不俗 能与宫里的私衣库相比 今年的绣魁都是他们绣房拿下的 太子殿下有没有兴趣看看 这民间居然有 能跟私衣库不上上下的绣房 笨太子倒是有点兴趣 带路 是 走 赵总管 不知道府里 还有什么需要采买的 雷雷啊 这些采买的活 我们下人做就行了 您都已经陪着老奴 逛了好几个时辰了 这剩下的事啊 我自己干就行了 您呢 先回去吧 您看 你都提了这么多东西了 一个人还怎么去买呀 你说到底还缺些什么 就这 夫人用的手绢了 我听说玉锦绣房的手绢不错 我去看看 这么说 你还要去玉锦绣房是吧 是 那手绢呢我去买就好了 你呢还是先拿这些东西 赶紧回府上去 那好吧 哎 贝勒爷 您这路上小心点啊 嗯 好 哎 这不到了吗 行行行 都停下来 哎 怎么打烊了呢 都打烊了 还叫本上来来做什么 哎 少爷先息怒 我这就叫门去 有人吗 有人吗 哥太 参见太子 哎 在外叫我少爷 我不想帮露身份 啊 敢问 少爷 怎么会和我两位哥哥 到这里来了呢 这地方就你一个人能来啊 来 走开 走开 哎 哎 这什么时辰了 你们都打烊了 还做不做生意了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店里有些事情 关门了 要不你们下次来吧 哎 哎 哎 巴布 这就是你说可以媲美私衣库的地方 本少爷在私衣库 还没吃过这种闭门羹呢 少爷请息怒 我再去叫门 今天非要他们做少爷的生意 好不好 哎 大哥 既然他们说今天有事 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们了 不如明天再来吧 哎 你的意思是说本少爷 不懂得礼数是吗 是 哥太 你这样对少爷太无礼了吧 甭跟他废话 先教训教训 哎 等等 你们不是自家兄弟吗 啊 干嘛对自家人这样啊 少爷有所不知 我们早就怀疑格太 是阿玛从外头捡回来的 他是你阿玛捡回来的 这怎么回事啊 阿玛虽一度欲当格格谈妻婚嫁 但始终没结成亲 我们后来经过推算 阿玛续璇的时间和格太出生的时间 怎么算得不对 所以呢 我们才 哦 原来如此啊 怪不得本少爷从小看你们俩跟这小子一点都不像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啊 这些都是家乘 让少爷见笑了 你们住口 我不许你们再这么胡说 葛太 不要给脸不要脸 我今天要好好教训你 哎 外面怎么这么吵 该不会是刚才那几个人发生什么事情了吧 怎么回事啊 韩湘 你别对我闲事了 没事 我就出去看一看 好嘞 来 混蛋 你竟敢撕了我的衣服 你知道这衣服是谁送给我的吗 那是我皇上伤给太子的 还不快跪下请罪 否则 上都怪罪下来 看你怎么像阿玛交代 快跪下 混蛋 少爷 算了算了 不要欺人太甚啊 这只不过就是一件衣服 你干嘛这么欺负人吗 哎我说姑娘 你到哪儿来的 怎么这么跟少爷说话啊 哎老布 跟姑娘家讲话 应该客气点吧 嗯 姑娘 不是我欺负人 而是我这件衣服 不是常人所有 不是你有银子 就能买得到的 买不到啊 那补补不就好了吗 仗势欺人 算什么英雄好害啊 哼 我敢说这京城里 没有一个人能把我身上 穿的这件衣服补好 我说你这个人说话 真是强词多理啊 补一件衣服又有什么难的呀 我看不如这样吧 你把你这件衣服交给我 三天之后呢 你到玉瑾绣房来取 我保证一定让这衣服逢补如新 当真 当真 怎么了 你想反悔啊 不 既然你这么想 替这小子出头 那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 如果你做不到你所说的 逢补如新 那我就要你 一身相许 你一个人 你一个人 你一个人